哈喽 朋友大家好 布好了 布好了 大事不妙呀 今天上午我们村里一位老乡 在我们后山那个位置剪裁的时候 万万都没有想到下坡的时候 被一条黑白无常啊 长长的不明生物 咬了一下他的右腿 不知道有没有毒的 回到家里呢 刚好葬到我们村里一位 新一多年八十多岁的老爷爷 问了才告诉我 托我帮他寻找 我们农村啊 有种我国大家南北 非常港湾不起眼的植物 这种植物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我们当地老人呢 就俗称为这种植物 叫万能解毒王 也是毒手的克星啊 现在赶紧去我们后山那个位置 去寻找一下 因为爷爷告诉我说 他说老乡他家养姨的旁边 他记得在那个位置就生长了 仅值一足了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现在我们赶紧跑过去 找一下吧 太到了 翻过这座山就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 终于让我们找到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老乡他家后山这个位置 专门养鱼的地方 前面这栋房子呢就是他临时积住的地方 然后旁边呢 靠河这里建了有两个水池 这两个水池呢目前是没有养鱼了 他养的鱼呢也是非常的名贵的一种中伐寻鱼 前面那个位置我们能看到大山脚下 见了好多池子就已经开始养起了这种中伐寻鱼哈 当时爷爷回家的路上经过呢 去年他就发现了有一株 非常茂盛不齐眼的我们今天要找的这种植物哈 没想到我刚来到这里 圆圆就发现了 生长了有好几株 毕竟这种植物啊 他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不管是冬天打伤下血呢 他的头部只要没有腐烂掉 到来年就会继续在这个位置生长 不管是他的叶片枝条全部枯黄掉 也不影响他生长 他是比较抗寒的一种植物哈 没想到既然在这个位置 现在繁殖了有三十株了哈 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并不陌生 应该是有印象的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目前都已经开花了 我现在拍个俊景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植物生长的特性吧 大家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 就是眼前里面镜头里面看到了这种植物了 首先我们从头部就看得很清楚 这一株的话就是去年 分布地区非常港泛又不齐言的一种植物了 比如说在我们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州 云南浙江包括海南台湾天津这一带 这种植物呢他都有地方生长的很多哈 每个地方叫法都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植物外干形状 像这种植物呢 从他的头部成熟一定的情况下呢 他是变紫色的哈 然后刚长出来的枝条叶子呢 他就是绿色的 我们能看到他的叶片纹路线条 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呀 摸起来呢很钢滑 油钢花亮 看起来很有钢泽感 没想到这种植物啊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一个方言叫法之外 其实在门网上也能查到 原来他的鞋名呢是叫商路还是叫路商了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有没有其他的方言叫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植物开出来的花 他的花朵呢是粉红色的哈 目前呢都已经结了果实 他的果实没有成熟呢 就是绿色的看到没有 一串一串的就像那个葡萄一样 这里呢就有一株哇塞 这一株果实好多啊 一串都有三十多个 看到没有成熟之后他是紫色的哈 里面呢他很多种子 他的种子就像芝麻一样 哇塞 我们捏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好多种子啊 是紫色的哈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 这种植物还能不能仗见到了 大家再仔细细细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找到的这种商路 像这种商路他有两个品种 有一种商路呢 他的枝条是不会变紫色的 全都是绿色的 我今天找到的呢 都是泛紫色的哈 听我们村里的人说 这种商路啊有一种是带毒性的 这一株不知道有没有毒的哈 因为他的果实呢 我记得以前经常听老人说哈 也是毒蛇的克星 就算毒蛇吃了他的果实之后啊 都会中毒身亡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网友们哈 如果我们在户外 意见到这种植物 不熟悉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更不要去摘它的果实 也不知道这种植物 你们的家乡现在还多不多 很多人也很讨厌哈 意见到呢 也会当杂草把它处理掉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们也认识到了 我国特别不起眼的商路 也不知道广大的网友们 在镜头里面 你们也没有看清楚 虽然今天被我找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找的这种 因为它是有两个品种 有一种是带毒性的 长生都有毒的哈 所以呢 我在这里先声明一下 网友们杀到我的事情 如果你们在户外 意见到这种植物 不熟悉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更不要去摘它的果实 如果你们想进行更多的了解 也可以问一下 当地有知识证明的医生指导下 或者是专业的人士 或者是某网上查下这种商路 好啦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这里 待会我去老乡他家 借个厨头 连他的头部整株挖回去 问一下我们当地的老人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今天找到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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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